35岁台湾演员高 以祥今早被曝在录制节目时晕倒 在经过现场抢救后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 浙江卫视新闻客户端发文证实高以祥已经去世 其工作人员也在朋友圈发文 拜托你,拜托你,求求你回来好不好 其经纪公司发声明证实去世的消息 消息一经证实后,不少圈内人员发文悼念 同位台湾演员的赵又廷发文称 无法接受,模特谨容,我不相信,不能接受,这不可能 曾经和高以祥有过合作的蓝鑫表示 不是说好要教我打篮球的吗 电视剧《遇见王力川》的导演也痛心发文 反正我不信,就是不信 句号 李维嘉,闫义宽,苏莽等人也发蜡烛表示悼念 著名监制于郑泽发文,奉劝各位演员一句 前世正不完的,身体第一位,主持人朱珍也表示 当生命陨落,才发现,真正爱你的人,只是希望你健康和你的陪伴 据台媒报道称,高以祥的友人在街道噩耗后狂哭 其未婚妻也已经随好友搭飞机赶赴浙江,其遗体将于明日运回台北 据悉,35岁演员高以祥出生于中国台湾,以电视剧《遇见王力川》中的王力川一脚走红 其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女友,早前有台媒爆料称二人已经订婚,前几天开完搬家party准备回台湾定居 除此之外,台媒还爆料称高以祥原本要在29日节目录制结束后飞往台湾担任好兄弟毛家安的伴郎,如今 另据南方都市报最新报道,27日11时许,就网报高以祥录制《追我吧》节目晕倒并紧急送医,最后救治无效死亡仪式 浙江新闻客户端发文表示,已证实高以祥抢救无效去世 浙江卫视回复南都询问,还在等领导通知 中午11点46分,节星传播有线公司发出一则声明,证实了高以祥不幸离世的消息 据网友爆料,高以祥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时晕倒,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 救护车来后医护人员在现场对高以祥进行了十多分钟的心肺复苏抢救 但高以祥没醒,随后被送往医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